在武侠小说、功夫电影中,我们见识过许多高深莫测的神功,但那些花哨、迷人的姿势,其实大多都是虚假的,历史上真实的武林高手,必须有照片实物留存下来,才是真实可信的历史。 图中魏太极总师杨成甫在演练露西奥布,气势如何?领李金吾道卷弓,大气纵横,李金吾的太极不限于一家,而是杨氏,陈氏都非常精通,不过,大师李金吾的高足炎芳,却在当今武术界口碑不太好。 一代武圣孙路堂在展示手挥琵琶,孙路堂在中国近代武林的地位,堪称属一属二,兼通太极,行义,是真正的武林高手,孙路堂也是孙氏太极的创始人。 吴建权在演示邪飞是,凡一个武术流派的创始人,其武功是毋庸置疑的,吴建权是无视太极的创始人,太极一人陈发科在演练揽扎一。 陈氏太极权历史悠久,但直到陈发科才真正把陈氏太极传入全国,而不是仅仅在陈家沟内部流传,可以说,没有陈发科就没有陈氏太极权的今天。 吴图男一招问手。吴图男是阳氏太极权的大家,功夫也是独步武林的。不过,吴图男一直非常抵制陈氏太极权,对太极一人陈发科也不够尊重,有识武林大家的风范。 吴图男一招单边,显露太极王者风范。吴图男一招也是阳氏太极权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,副中文来却北,挥洒自如。 副中文是阳城府最优秀的弟子之一,深得阳氏太极权的精髓。董英杰肘底锤,玄机无限。杨宇婷玉女穿梭,不老春光。